到达吊碟 流挺急的 先把窝料拌起来 一缝一钻 釣了有大虾 海不公 本来还接点南极虾的 这个南极虾我昨天融化的 感觉有点黑了 赖掉了 朋友们先打两树窝料 再绑吊住吧 有 黑 哦 黑成这样还掉不上来 第一条鱼上了 这条是酒控克力哦 呼气麻痹的 漂亮 十多米远呢 有一群鱼呢 再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就不游进来 哦 跳起来了 等我开机已经中了 等了好久啊 总算来口了 水清起来了 不知道这条什么鱼 小的嘛 哇 这叫什么 朋友们 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石究宫 呵呵 看 这条石究宫可以啊 我以为什么鱼了 等我开机了 哦 哦 哦 啊 海无宫的盒子看一下哦 你看 哦哦哦哦哦 别跑了哦 哦 这应该是十九宫哦 哦哦 挂底了还是有了 挂底了 那个阿波还在那里呢 呵呵 拖了一下呢 沉沉不下去的呢 哦 这什么口啊 有有有 哦 又一条 哇 掉到十九宫窝了 你看 都很大哦 不过这里的十九宫也是深色的 哦 肚子 哎 又黑了 吃点虚线 来了 又一条 哦 这条小 小贵小 可以哦 嘿 这下黑了 哎 黑成这样还没有 哦 这也是没口啊 钓一下螃蟹哦 它在洞里呢 出来 出来 咬吗 扔在这里 出来咬吧 奎嘛 把我海无宫吃掉了 整个通进去了 够凶猛哦 哎 哎 这下中黑了 哎呀 挂底了嘛 那么好的壳挂底 哎出来了 哦 两个小时了 总算上了一条鱼 耐心也好 哦 这条也可以哦 朋友们最后一盖了 莫料也最后一勺了 非常奇怪 连小黑雕都没有 嗯 黑了还是挂底了 哦 还挂底了 鱼获呢 掉了五条十九弓 十九弓的个头啊 今天也没有买豆腐啊 这些十九弓清蒸应该够吃了 谢谢朋友们乖看啊 回去了